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涉飞标都会赚钱 就是这种概念 你就算不买我讲的这些股票 我这份资料上面的每一支股票今天都大涨 真的 你看我现在是先遮起来 昨天是涨停板 今天持续冲高 今天第一支也冲高 第二支今天快涨停板了 今天第四支表现也不错 真的 人家说下回标也探紧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今天不是鼓励大家去 应该这么讲 这份资料的这些股票其实都才刚开始而已 你说会有追高的风险吗 其实还好啦 就看你们要不要买而已 今天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好像我有多厉害什么的 不是的 我一直跟他强调一个观念 你要做什么股票我都没有意见 如果你是钢铁的奉行者 你要跟他拼钢铁我也没意见 但是记得不要追高就好 如果你是海贼王 夯海王的奉行者 也不是不行 不要追高就好 简单的讲 你今天任何一支股票 任何一个族群 你只要秉持我所告诉大家的一个原则 抓在起账点 说真的 就算今天航运股很多打到跌停也无所谓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我想要利用今天上午的节目 来纠正大家一些错误的观念 很多投资朋友有在跟我反应说 做好是跟你做股票其实蛮无聊的 我说怎么会无聊 我们每天都在赚钱 你看一下今天升个掌停板 你说今天尼克森冲高 你说今天普城快掌停板 比较弱的大概就是这个 金豪科还有今天的尾群队 也穿博敦的新高 每天都在赚钱 怎么会无聊 我懂他们的意思 因为我发现到现在很多投资朋友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今天跟我买金豪科赚的钱 他今天跟我做尾群店赚的钱 他今天跟我做普城森科赚的钱 但是他不加码 然后他就看了别的老师在讲说 哎呀这个航运好几年 什么什么钢铁 你看全球的原物料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 然后他的心就乱了 这是很多投资朋友都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跟你讲 手机是不方便截图给大家看 我如果手机可以拿进棚里面 摄影机可以拍我给你们看 我发现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坏毛病 你明明现在做IC这些做得好好的 干嘛翻船呢 我真的有时候不懂 昨天有人说他想买一行 我不晓得你没有买 这我自己的会员 我现在想说 你现在IC设计做得好好的 你没台没机去买一台船要做 所以你看 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我还是要纠正他们一个观念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住台北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重建南路的书局 去买一些投资理财的书 然后去买一些跟波浪有关 我这边要纠正到一个观念 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我们就讲今天创波浪新高的尼克森 你看按理来讲 这个股票我们什么时候切入的 是不是在6月25号我公开分享 我那时候是讲 我说这个股票 我是送给我们这个新会员的见面里 大家记彼这张图 我跟你讲 这个图还放在我的那个 Telegram的粉丝团上面 粉丝专业 FB上面都有 只是那时候我是先把这个 尼克森先把它遮起来 用那个黄色的纸把它遮起来 还有包括这张图 也在上面都还有 上面都还有 我跟你讲 哪天万一警官会来查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是有证据的 我们那个工会来查我是有证据的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有做的事情才能讲 那他就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说尼克森没有涨就算了 对不对 如果他外面这边盘盘盘没有涨就算了 好 那既然冲上去是不是表现符合预期 这个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第一点买的人 比如说这边你有买的人 你想说 哎呀 要知道这支股票再年轻我就够买一顿 对不对 这不是很多人都会讲的事情吗 很多女生去逛百货公司 周年庆的时候 对不对 本来一万块的东西团天卖你五千块 哎呀 早知道会五千块当初都多买一点 不都是如此 对不对 记不记得那时候 整个疫情开始封 那个开始这个进入第三期警戒的时候 我不晓得他没有去逛那个超市 我告诉你整个货架上 一包卫生纸都没有 早知道还没有解封之前 赶紧就多少一些卫生纸在家里不就好了 就不用去抢 所以减便宜的心 人人皆有之 我讲那么道理 每次那个星巴克 买一送一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门口大牌长龙 为什么 平常一杯那么贵 现在买一送一 当然一口气多喝几杯 我不是说减便宜不对 我不是说贪小便宜不对 而是一样的品质 可是现在突然间卖你很便宜 那当然很多人会想办法干嘛 多囤货 这叫期货可居的道理 所以做股票很多人犯了一样的毛病 你今天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大标股 结果这里不买 要不然就买太少 然后又不愿意加码 结果没事去看一下这个议行 我就不懂领导大家在想什么 真的 如果我的会员在看我的节目 不要怪我兄弟们 真的 我跟你讲 我连自己的会员 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 你没台没钱 又要买什么航运股 我是在想 我今天想什么的 你今天就算不屑 做我讲的这些股票 你也不要去买那些 正在肩头反转的股票 因为这个坏毛病很多人都会犯 我也不能怪你们 我觉得是我们教育者 没有教育好 所以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 我花比较长的时间 我来好好教你们怎么做强势骨 我来教你们好好地做强势骨 我相信这个绝招 你学会这个方法 你学会之后 你一定会谢谢我的 尼克森 你看当初尼克森还没起涨之前 我们是不是在6月25号公开分享 时间日期上面都有 你们看到110年6月25号 我截图的那天就是6月25号 还没起涨吗 对不对 好 也许你半信半疑 真的会涨吗 就算有利多 很多股票最近不是有利多都不涨吗 对不对 你看联发股票最好的例子 说今年要赚五个股本 结果你看股价还是跌的 那也这样 伤透很多人的心 对不对 好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 什么利多不涨的问题 因为的确有很多股票 它的表现是会不符合我们预期的 那你说老师 他买到表现不符合预期的时候 怎么办 简单 换股操作 我问你 你今天去一家餐厅 你点了一碗卤肉饭 对不对 不是很多餐厅门口都会拍照片吗 哇 看起来那照片好好吃 好 我们点一碗来吃 结果每次要吃一口 好 跟想象的不一样 那我问你 以后不应该点就好了吗 你总不能说 不行 我甘心被骗 我就是看那个照片超好看 我就一定要吃 哪怕吃坏肚子我也要吃 有这么笨的人吗 所以做股票的道理也是一样 我今天吃到一碗香喷喷的卤肉饭 我可不可以吃第二碗 我可不可以吃第三碗 吃真的都可以 可是如果我吃到一碗卤肉饭 表面看起来很好吃 结果吃下去 简直好像饭三天一样那种味道 那你干嘛把它吃完 都倒掉了 换股操作 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很多投资 这边我必须要老实告诉大家 我过去所送的资料里面来说 我不敢说我送的股票 党党都大涨 我们就举这个 再战IC设计来讲 天狱是不是这两天比较弱 就先不用去管它嘛 你知道今天第二支这是哪一支吗 今天涨停板了 我不想讲哪一支 你们自己去看 伟权店放波浪新高 今天的普城也不错啊 何必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座森林呢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今天布局 好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布局十支股票 当然分等级嘛 特会也有 一般会员也有 按照我的做法 我只会把火力集中在最强的那一支 简单的讲哪一支强我就买哪一支 所以你看我今天普城持续加码 我持续买进啊 为什么 表现符合预期嘛 突破前高嘛 岂有不买的道理 大家懂那逻辑吧 可是很多人他不会这么做哦 很多人的做法是怎么样 啊 老师有有有我有普城 有 我买了 我买了很低哦 成本33 我跟你讲我们普城的成本是很低的哦 大概在33 32块哦 老师我成本很低很低 可是呢 我觉得航运股跌很深 我可不可以去买航运股 我跟你讲 那就是这么白痴的人啊 我昨天不是call你们普城加码吗 我们昨天还加码耶 昨天在40块这边加码耶 你看今天45了 你昨天跟我加码40块的普城 你可以赚5块钱 结果你不去加码 结果你要去买这个 我实在有点讲不下去了 真的 节目可以只做一半了吗 可以吗 真的我有点讲不下去了 真的我们是那个手机 越看真的越一把火啊 我補你贪钱 我带你贪钱 结果你没台没钱去买这种股票 然后他问我老师怎么办 我跟你讲 我如果心一狠 两扮炒鸡蛋 就冲着你是我的会员 我只能告诉你 当断折断 不断折乱 卖掉 换回IC设计就怎样这样子啊 当然大家懂这个逻辑了吧 说真的啦 盘面上每天这么多股票在跳 在起伏 你说有多少人可以控制自己那个 躁动的心很难 真的很难 我承认很难 当你看到很多股票在涨的时候 哎呀 要怎样要怎样 这股票我都没有 那个时候人会慌乱是很正常的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 今天股票你要做得好啊 有一个大前提 你一定要折强而尽 太弱留强 这八个字 学会我告诉你 你就是股神 巴菲特都不一定懂啊 懂吗 巴菲特又赔钱的股票 没事去买航空股 虧几百亿美金 只是他没有讲而已啊 他还写一个道歉信跟股东说 不好意思 我错估了 去买了航空股 亏了几百亿 几百亿是美金 不是台币 神也会犯 不应该犯的错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投资朋友会犯错 已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 那既然不想避免这样子的错误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很早以前我在卖软体的时候 可能很多粉丝都知道我以前是卖过软体的 也无所谓 就讲嘛 以前我在卖软体的时候 每个人都问我说 周老师 你觉得这些市场最准的指标是哪一个 我告诉他一句话 如果这些市场有一个稳赚不赔的指标 多少钱我都买 听清楚稳赚不赔哦 那你现在问我 那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稳赚不赔的指标呢 有 听说在摩根大通有 他们是城市交易 可是不好意思 他是由六套系统组合而成 让你稳赚不赔的 再来 他不卖 就算你有钱 他也不卖你 你也买不起 谁说没有的 不然为什么人家摩根大通的绩效那么好 人家有一套机制在的嘛 但是他是透过六台超级电脑的运算 我问你 你家里有可能摆六台超级电脑去算这个东西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投机会儿 你就不要再去想什么什么神的问题啦 我讲难听一点 你从早上九点看到 晚上十二点每个老师都很准啦 我也不会说我不准啦 那有意义吗 重点就是说 就像我常讲的嘛 理念啊 看我的节目一段时间了 我也没跟你们保证获利嘛 我也没跟你讲说跟我一定不会亏吧 我从来没讲过这种话吧 但是我总是会告诉大家 一个做股票的真理 可谓做股票的真理 简单地讲就是顺势操作 欲强则强 太弱留强 就这么简单 等到以后我要做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棒打落水狗 空最烂的那一只股票就对了 懂吗 但是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刻 我们先不去聊做空的问题 好 我们先把行情 对不对 把强势股把它做完 所以你看当你买到类似像尼克森这种底部刚起涨的股票的时候 就像我昨天有跟他讲 我的习惯性我会先做一个波段的规划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价格是一天之内可以来 不可能的 除非台股没有涨跌幅的限制 因为每天都涨跌幅的限制 所以它不太可能一下子冲到我预计的目标价 在它还没有冲到我们预计的目标价的过程之中 它一定会一波多扯的嘛 这很正常嘛 你们去看看之前钢铁股最强的这个海光 你看它也不是一口气一度大涨起来的 你看它从底部翻扬之后 你看它是不是这边先盘了一下 对不对 你看 这边冲一段拉回整理 然后再冲一段再拉回整理 再冲一段再拉回整理 最后完成一个标准的五浪的上攻 大家懂这道理 因为第一它毕竟不是投机股 它是这个钢铁股里面的算是指标股 所以它一定是采取一种标准波浪五升 那个五浪上涨那个攻击才是 这是强势股一定都会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买到 类似像海光这种强势股的情况之下 你把它的操作的模式套用到其他的股票上面去 意思是一样 所以你看 以尼克森的操作来讲 既然它开始符合我的预期往上攻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两个做法 第一 我预计要拿出多少资金来布局尼克森 假设你有五百万的人来讲的话 对不对 提拨出来一层是不是五十万 所以五十万呢 第一笔进去完之后呢 先卡位 什么时候卡位呢 按周老师的call信指示 你们看到628号尼克森表现符合预期 68.9 在69这边我们先卡位一层 好 那你可能觉得说 哇 老师那五十万你买不到几张啊 没关系啊 凑一点嘛 买十张比较好记嘛 对不对 69万嘛 本来我们预计五十万买一档嘛 对不对 那你用六十九万 差一点点没有关系嘛 要不然买八张也可以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刚好控制在五十万以内 那买八张也可以嘛 对不对 那买完之后 尼克森当天是不是现买现赚真的很开心 但是还没到我们的目标价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记得 当你第一笔的资金safe的时候 安全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好 好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那既然我投入的第一笔资金已经安全了 可是这股票还在涨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哇 买太少了 哎呀 早知道任尼克森这么强哦 我应该在60几块这边一口气 对不对 就给他买满了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那是因为它涨了 你才知道买太少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纠正大家很多的想法就是说 好 第一栏卡位布局买在起账点 这一笔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笔可以奠定你所有你的本钱是最低的嘛 等它开始确定涨了之后呢 你不是手上还有资金吗 可是你可能还在考虑其他的股票买 对不对 很简单 哪支墙就把资金投入他身上 我昨天不是有举例吗 我今天周虹我在巴德路二段这边开个店 随便啊 随便开个什么饮料店 便当店都可以嘛 我问你 我周虹快餐店赚了钱之后 我可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开分店 可以吗 因为我本店是赚钱的嘛 可是如果我本店没赚钱 你觉得我还有本钱去别的地方开分店吗 所以做股票的观念其实跟开店做生意到底是一样嘛 不然怎么满街都是麦当劳 如果麦当劳第一家店没赚钱 他敢在台湾开那么多家店 他敢在全球开几千万家店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到底是一样嘛 所以什么叫顺势操作 我们先进广告 等下回来告诉大家怎么顺势做好一支强势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兵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早前 听到欢意 心就怕 现在 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 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多案件第一次 有六位民間因素 和三个法官同学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中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不是我们的管理 也是我们的质人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使用我们勇敢坚定来支持 好 继续来聊 那个尼克森的部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以这个尼克森来讲 你看 他起账点的那天的时候 如果你会看指标 你看一下MACD 那个时候是不是刚刚好 在临轴之上这边出现黄金交叉 好 我不是说出现黄金交叉 那一定会大涨 但是这边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 通常MACD的第一次黄金交叉 跟第二次黄金交叉来讲的话 第二次黄金交叉的涨幅 会比第一次大 好 这不是铁律 但是这是个惯性 那你说有没有失败的 也有 所以这边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很多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教科书上面 所告诉我们的东西 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是真理 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实战 慢慢去印证 所以你看 以尼克森来讲 当他MACD这边出现零走以上 第二次金插 你看这边是第一次 是不是在低档 这边是第二次 所以我可以合理的去推算 这一段的涨幅一定比这段来得大 这叫合理的涨幅 合理的推算 推演 这叫沙盘推演 那你懂了吧 那既然表现是符合预期的 我们就顺势操作 所以你看6月30号那一天 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买进尼克森 为什么可以买进 因为我们低比当安全了 我们是不是69块这边低比当安全了 所以就算买在71 72 我认为问题也不大 没错吧 好 一路买上来之后 你看这是6月30号 6月30号我们看到 那天有稍微冲高 但是多幅太小 我没有当冲 然后一直到7月5号这天的时候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7月5号那天我们看到 空手的建议75 75块半这里 持续的买进 你要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 他在69块 70块这边没有买 每次看到我在这边在发加码的时候 他们就丢堵了 他们就犹豫了 殊不知没想到这笔买了才是最关键 这个就是很多投资人会犯了毛病 就说 哎呀 老师我这没得到 这没得到 我现在买这没得到 我先买白基好了 我跟你讲 你有这种想法去买白基的时候 白基就给你了解了 通常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像是顺势操作 所以只有一路网上买了个道理 这样懂吧 如果当天现买有现赚就做当冲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就顺势做 你看8号那一天我会是告诉你 78 78块半买进嘛 对不对 现买当天有赚我们就先做当冲嘛 透过短线当冲做价差或做隔日冲的方式 来累积你的什么 报酬率嘛 所以你看在上个星期我那天 我78块半这边买进的时候 那天没冲嘛 对不对 因为价差太小只有两三块钱 可是你看我在昨天我变隔日冲 你看昨天定价88 变隔日冲 价差多少 10块 就算不当冲做隔日冲赚了也很多 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如果你在低档起账点的这个点位 你没有把握好的话 你没有把握好的话 也不是说不行 你只要确定这支股票 它是会顺势像尼克森这样一度涨涨涨涨涨 当然我不是说叫你去买尼克森 我只是打个比方 台面上这种一度 现在目前在涨的股票太多了 你看新唐也是 对不对 这种股票太多了 你就顺势做 做到你发现到筹码乱了 涨不动了 那个时候这个股票就放弃了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真的还是不懂的话 好了 也没关系啦 好不好 好人做道理嘛 你面对于这种操作的模式 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欢迎你 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扫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种操作强势谷的逻辑 同意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比较没有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就算上午的时间来不及讲也没关系 大家别忘记了 我们下午还是有时段的 下午还是有时段的 因为我们有增加新的时段 所以来 晚上还有个时间 那如果你晚上的时间不方便看 早上也不方便看的话 甚至于盘中也不方便看的话 也没关系 你可以利用手机上面的这个YouTube 然后去搜寻三观破证 也可以看得到每天 最好是对航程的解盘 那当然你如果说加入Lite之后 加入我们粉丝专业之后 你有什么疑惑的话 也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提出来跟我询问 还是非常很多热情的粉丝 也都会在这个Lite上面给我留言 请教我一些问题 基本上来讲我置物不言 我如果告诉你不好 像上礼拜很多人问我钢铁 我就先不要买 你看我怎么害你们 对不对 很多人问我航运股还能买哪一支 我是不是告诉你先不要碰 我怎么害你们 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礼拜主流 一定是在IC设计上 我怎么可能会 让你先去买那些钢铁航运 原因就在这里 好了 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你们就直接加入粉丝团 来跟我做一个洽询或咨询 都非常欢迎 那也可以利用我们线上的服务电话 跟我们的助理做个联系 那今天上午的直播 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 超多数理 我们下午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rack kork oro 来自负投资方向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尘通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尘通投赋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